歡迎收看五期新聞網 我是徐俊相 帶你挖真相 各位 從今晚開始請你記住這五個字 巴拿馬文件 因為這五個字從現在開始 即將在全球掀起了滔天巨浪 它揭露了全球12名的領袖 海外見不得光的金庫 甚至根據這份文件 台灣也有多達16000名的富豪企業主 都被點名 今天我們就帶您看到這些富豪們 他們見不得光的金庫如何 無鬼搬運乾坤大挪移 今天還要帶您來看到的就是 柯P到處去籌錢 挖錢 找錢 怎麼挖出了一堆名怨 今天這個最新的發展 來看到台北市最後一塊的書箱淨土 就在台北捷運的中山書街 連年的虧損 現在柯P看不下去了 可能這個地方要因此收攤 取而代之的將會是百貨公司的美食街 柯P不是說他來幹市長絕對不是來撈錢的 但市民要問了你怎麼變成了一個撈錢市長呢 今天還要帶大家關注的就是王建民回來了 王建民大復活的背後 一定要來看看這個神秘的訓練基地 德州農場 來看到王建民透過神奇的下跪訓練 還有對空迴避這12週的地獄式順烈 讓他大復活 今天我們帶您看到 這最重要的農場裡的內幕 歡迎幾位專家 加入我們今天的討論 一開始趕快請蔡總帶我們來看進去 即將要掀起韜天巨浪的巴拿馬文件 這個文件到底掀出什麼富豪們 跟領袖們不為人知的小金庫呢 經常史上最大的逃落稅跟洗錢的醜聞 今天爆發震驚全球 是 全球主要的媒體 都把這則新聞當成頭版頭條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叫做巴拿馬文件 對 因為巴拿馬有一家律師事務所 叫莫賽克洪賽卡 對 他現在提出了一份文件 經過了這個國際調查記者聯盟 很多的記者義務性的來參與調查 你說這一份文件 它不是一份文件 它是一票記者一起來調查 對 全球好幾百家的媒體 共同合作 把這個內幕把它爆開來 哇 這個鴨子花水多久了 結果各國最精銳的記者 參與調查查出什麼 我們看一下這個文件當中 你看喔 這個是一個 這一家公司 莫賽克洪賽卡的一個員工 對 他看不慣 看不慣這些權貴的嘴臉 貪婪的這個面貌 然後就把這個文件 這個開始披露出來 一共牽涉到 1,150萬件的文件 那其中有21萬家公司 你不要看 這是多龐大的一個調查對象 因為這累積了40年 有40年當中 累積了非常多的這個公司 但是不要小看 台灣佔了1萬6千個 我們佔了7% 這比重很大 所以蔡總說 這份巴拿馬經報 一千多萬筆的文件 是一個不怕死的 律師事務所的員工 他對著全球的這個記者組織 請大家幫忙來調查 查出過去40年來 透過他們洗錢 藏錢 節稅 逃稅的相關當事人 對 當中有1萬6千名 是我們台灣的 對 那台灣的資料 現在只有 蜻蜓點水 還沒有真正把台灣的資料 真正的公開出來 公開出來 你想看看未來台灣 不管是在企業 政壇會掀起多大的風暴 所以蔡總講到 台灣的1萬6千個客戶 現在都還在這個 黑色的帘幕的後面 我們不知道是誰 但是已經有人被端上台面 他面臨幾乎羞辱般的訪問了 這邊 這邊有12位前任或現任的 國家級的領袖 對 現在他們都陷入了風暴 直接被點名 還有128位這些政客跟官員 甚至是富豪 隱星 運動明星 通通都被撿入了 我們給了大家這麼多的數字 現在唯一一個 紮紮實實 清清楚楚的 犯案無鬼搬運模式 被點出來的元首就是他 冰島總理 北歐的一個小國家 冰島的這個總理 剛勞生 訪問 他不曉得這個記者 會突然提出了這個問題 記者突然突襲式的訪問 你有列入這個巴拿馬文件 我還聽到問題 突然怎麼問這個 你看他站起來 你有看到嗎 惱羞成怒 惱羞成怒 不回答立刻氣氛的 離開這個訪問的現場 你看他雙手就插在那個 已經不能再大的這個腰際了 他在那邊非常的憤怒 你明明跟我約訪提綱 你都沒有關於這一項 你現在問這個什麼意思 他站起來不給訪了 對 那剛勞生是怎麼回事 以前他當國會議員的時候 2007年 他家族擁有的事業的股票要出售 那好幾百萬的美元 但是這時候他準備選這個總理了 那覺得這個文件 這樣的東西太過敏感 居然用多少 一美元賣給他的太太 所以左手換右手 但是為了製造交易的紀錄 一美元就把幾百萬賣給他了 顯然是在逃落稅跟利異訴訟 而且他沒有把這個交易 在他競選總理的時候 公開的財產申報 他想說我一塊錢我已經賣了 我手上沒有這些錢 我為什麼要公告 但問題是時間再往前推 推個幾年 2009年他擁有這盤 長大的地下收入的時候 他是議員 對 現在麻煩了 你知道現在有多少人 在國會的外面 要求綱勞生下台有兩萬多名 對 然後每天有 冰島的民眾有兩萬多人連署 要求總理下台 就會說兩萬 那算什麼 這個國家只有三十幾萬人 每天就有兩萬多人 為什麼 因為在2008年的時候 冰島是差點金融海嘯破產 民眾的生活過得這麼苦 我在苦 你在逃錢 對 你在逃稅 這怎麼可以 所以各位 我們看到這份 巴拿馬文件得到五億 上千萬筆的這個數字 要掀起的淘天巨量 可能會搞掉好幾國的 整個政壇元首 冰島是一個小國家 現在更大的國家的風暴在這個地方 俄羅斯的總統普丁 普丁 普丁怎麼了 文件裡 這個 叫羅德金 是俄羅斯的大提琴家 是一個音樂家 但是從小就是普丁的玩伴 對 顯然就是巴黎巴黎 對 那你是這個音樂家 你怎麼成立了一家公司 那個公司揭露出來說 我們公司有高度的一些機密 所以我們很多事情都不跟你們講 不對外公開揭露 但是現在說 這家公司有一些不法的情況 很可能就是普丁的什麼人頭 所以我們看到 今天關於普丁的這件事情 我們先查到這個音樂家 音樂家跟他是小時候的玩伴 但是音樂家怎麼會管一個 這麼大的戶頭 這就奇怪了 對啊 你是音樂家 又不是生意人 但是為什麼幫助普丁 把21美金 這21怎麼搬的 對 600億台幣 移往海外 舉兩個例子 羅德金在2007年的時候 這個都是巴黎巴文件裡面 這個揭露出來的 白紙黑字揭露出來的 俄羅斯的銀行 這國家的銀行 帶了600萬美金 快2億的台幣 結果三個月以後 這個貸款竟然被 剪記到只剩1美元 我今天的事情 你今天2億台幣 借錢不要還的 對啊 等於是借錢就不還了 誰可以有這個power 你借錢就不要還 那這塊2億的台幣 被無鬼搬進就搬到 誰都口袋 再過來 2011年的時候 居然只用1美元 這麼好康 買下一筆2億美元 65億台幣的貸款債權 光這個利息 每年就可以收入2.6億 這麼好康的事 除非是皇帝 俄羅斯的皇帝是誰 對啊 那有人講說 你一定是有經過普丁的授權 所以羅德金只不過是一個白手套 是一個人頭 真正的利益 全部都搬到普丁的口袋 今天我們看到了 這份巴拿馬文件裡面講到的 這個大提琴音樂家 他分明就是普丁的分身 對 但是克里姆林宮的花言人 立刻跳出來吼人 對 這個都是美國CIA的陰謀 對不對 這個提供這個文件的人 就是CIA的人 但是呢 今天不管是誰去查這件事情 問題是他是不是真實 這件事情如果是事實的話 記者查也一樣 CIA幹員來查也一樣 所以現在就陷入了羅生門 普丁這邊吼人 但是巴拿馬文件居然只贈利益 所以我們看到 今天是俄羅斯我們點名的普丁 跟他的兒子的玩伴 連中國大陸都中標了 對 中國大陸 昨天所有的媒體 把這個巴拿馬文件 因為這個很重要的國際新聞 立刻都報道 轉載 突然到晚上 怎麼了 不見了 這些有關的伴導 全部都你在網路搜尋都沒有了 你說巴拿馬文件 這首五個字 通通跟你封鎖 對 你要Google進去選這些新聞 通通不見了 怎麼扯到什麼敏感神經 扯到了習近平 怎麼會 習近平 這個就是他解污 叫做鄧家貴 被查出來有兩家 境外公司 就在設在這個維京群島 然後公司是登記在香港的卸匯道 但是很奇怪 2009年的時候鄧家貴 這兩家公司 他還是唯一的股東跟董事 顯然這公司就他的 他自己就是老闆 但是習近平在2001 就擔任了這個國家領導人 這兩個公司就停止運作了 所以是不是也擔心說 因為這個帳戶可能會被發現 而拖累了他的政治行情 對 然後記者就去想 你在香港卸匯道 去查一下 丁彤 普通的民財 裡面根本沒有住人 顯然這就是一個空殼的公司 但是蔡總我們不是在追 根據這個文件在追 所謂的政治人物 在富豪後面的神秘金庫 你丁彤進去是一般的住宅 對啊 所以顯然那個就是什麼 一個空殼公司 設找了以後 根本沒有這個公司的行號 但是敏感在哪個地方 我們知道習近平上台以後 是這樣 打攤 對 你打攤 你的家人設這些境外的公司 那不就是等於打臉習近平的 清廉的作風嗎 所以這樣的情況就很敏感 所以說相關的 巴拿馬文件的新聞 在現在大陸的媒體 全部都消失了 難怪各位 我們還是要告訴大家 今天一路停下 你不要覺得 這都是國際間的大事說 跟台灣沒關係 大有關係的 蔡總看進去 這份文件點名了多少 台灣的富豪政要 你說普丁 說習近平 觀眾要叫做 那是人的事 對 現在來了 520蔡英雯要上台以前 前幾天 後領事件 他哥哥蔡英雅 是第五大的股東 今天爆一個更大的 被爆出來 我剛才說 台灣的資料還沒有揭露 但是不曉得怎麼樣 現在蔡英雅 又被人家發現了 2008年的時候 有境外的公司 購買了理財的商品 但是這個是他自己講的 他說 格林的績效不好 所以我這個公司 就把這個戶頭給停掉了 我也沒有繳管理會 我怎麼知道這公司有沒有運作 還要去 蔡英雅還要去了解 了解了以後什麼問題 他會來做出說明 所以蔡總你的意思是 他點到了即將上任的 小英的哥哥 這件事情的的確確存在的 他的解釋曾經有過 但現在跟那家公司都無設了 對 但是我們要說的 全球的避稅天堂 有四十幾個國家 是 台灣常會去設的有八個國家 你講的蔡英雅講的 這個搞不好是什麼 巴蘭文明線 是指的威京青島 但是你說這個地方 你的戶頭沒有運作 你別的地方還有沒有開 我們不知道 會不會是擠牙膏 你吵到哪裡 我就跟你說到哪裡 而且政治人物的家人 有在避稅天堂開戶頭 非常危險 為什麼 你有可能 你海外的收受這個匯款 是在海外進行 我海外的這個什麼 維京青島 我從這個戶頭到這個戶頭 我們怎麼知道 你沒有在國內沒有金流 沒有辦法做相關的追查 而且他財產申報 也不會申報 所以今天政治人物的品操 一定是最高規格的解釋 更何況是最高領導人 好 我們看到的是 蔡英雯的哥哥 這個到底情況怎麼樣 他已經說2008的確是有過 但後續繼續要追下去 但是你說一萬六千多個客戶 還有哪些人 對 而且我們觀眾講說 你講的那是有錢人 那個大企業 本來在避稅天堂開戶頭 在那邊合法的節稅也好 或者揮法的陶肉稅 那都我們都知道了 是 但我告訴觀眾 跟我們的口袋的錢都有關 我分析給大家聽 因為同時巴拉文件說 台積電 烈光 華碩 衛泉 台本 甚至連我們政府的行政會 國發基金也在這個名單當中 好 那我們知道 為什麼他們要在海外避稅天堂 我們知道這些公司 應該依法在台灣交一個 繳交一個盈利事業所稅17% 然後這些大股東 個人的話要繳到個人的所額稅45% 對 我今天全部都在海外的避稅天堂 路面高 可是蔡總 今天錢是人家賺的 你不管台積電 日月光 華碩 衛泉 台本等等 錢人在談 我要放到哪裡去 怎麼會跟我們有關係呢 好 我們再舉個例子 你知道嗎 累積到去年底上市櫃公司 賺的錢沒有匯回來台灣 一共有4.2兆 對 光是鴻海就7000多億 在開曼青島 設了就7100億 但是你知道這個錢怎麼來 他當時這個錢是跟台灣的 金融機構借錢的 因為利率很低 那我們我們的觀眾 都是索爾銀行的存款人 我們每年只領到1%多的利息 但是我們提供這麼多的資金 給這些企業去賺的錢 賺的錢應該要匯回來台灣 不會回來台灣 光4.2兆 17%的盈利世界所剩 你去課可以課多少錢 7000億 所以怎麼會跟我們沒有關係 這些拿來建設 拿來照顧 中低收入戶 小朋友的營養午餐 各方面 我們政府不是說到處都缺錢 你光這個4.2兆 叫他們匯回來 你就可以增加7000億的這個什麼 所以說 這個難道跟我們沒有關係嗎 所以大家有關係的 這16000個台灣客戶 在這個部幕的後面 我們要把部幕掀開 到底裡面有沒有所謂的逃稅 有沒有追到什麼程度 能追多少要追多遠 問題是蔡總你剛才也提到了 這些大客戶 這些有錢人到國外去結稅 另外成立一個賬戶 這所謂的避稅天堂 早就行之有年了 所以我們要破解 他五大的搬錢收話 我們相關的單位 財政部什麼等等 應該要針對這個五大的手法 要盡其追稅 不能這樣患亂不管 第一招 空殼的公司 那個我們講一個case 在殷屬的開曼群島裡面 郵政總局外面有一個12層10的 銀色的一個金屬的外殼 寫著2804 這棟大樓 這個就是他們的郵局 在郵局外面都會有一個 所謂的郵政信箱 對 2804 你不要小看這個號碼 既然是台灣上百家電子公司 海外公司 這個空殼公司的繞腳的電話 等一下 所以120平方公分的 小小的板子 原來是上百家台灣賺很多錢的 電子上市公司 共同的海外分公司都在這裡 對啊 然後那些工作人員說 他根本看不動中文 那你怎麼分清楚這個是紅海 這個廣達 因為看那個中文就感覺那個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是不同的公司 所以外面在幫你管理這些信箱 到管理公司的是看不懂中文的這些人 對 但是他會達成一個目的 假如我今天要追蹤你的資金 要調查你的資金 我只要查到最後2804 2804裡面有100家 我100多家你要去追下去 你怎麼追 逃避追蹤調查 在外境外的金融中心 有的根本的稅是零的 他只收取你的登記會 所以我們這一招就是這樣 要逃漏稅 甚至結稅也好 逃漏稅 在外無記名的股票跟債券 那我還是沒辦法沒有寫名字 因為他無記名 對 查不出來 也查不出來 在外洗錢 洗錢這個嚴重 這個就已經牽涉到犯罪了 換賭 甚至人口買賣 然後見不得光 這些很多的問題 甚至我們說 某家的上市公司 老闆包養親戶 每個月給台幣100萬 都從海外公司匯錢 這些見不得光的錢 我們講骯髒錢 進到了這個時候 海外子公司兜了那麼一圈 他卻洗乾淨了 還有政要 在國內假如收受不當的 政治獻金跟貪污的匯款 他假如在國內進行 一查就出來 對 他假如放在海外的避稅天堂 神不知鬼不覺 為什麼講避稅天堂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跟你簽 所謂的公平資訊透明的義務 我根本不盡這個義務 你查到這裡就一堵牆 你查不下去了 最後一個 連美國歐巴馬都要開始查 他查說什麼 你要緩制裁的避風港 他不是封守以前封守伊朗 封守這個北韓古巴 但是有的企業 要跟這些北韓的國家 做生意的時候 他就是在這邊設 所以倒過去以後 讓美國查不到 你的所謂的制裁 所謂的封鎖 讓你破功開小門 原來你可以看到 今天那個巴拿馬文件扯到後來 他會不會變成 全球國際線的一個風暴 當然這個潘朵拉盒子 一打開之後 我們等著看 記住我剛剛說的這五個字 巴拿馬文件 風暴才剛剛要開始 另外一個已經燒開了風暴的 燕利要帶我們來看到的是 我們今天繼續要探討柯P 為什麼你們每天都在談柯P 為什麼每天都有新鮮事 我們講柯P到處去找錢 一個市長開拓財源 OK 這是一個他幫忙市民去謀福利 問題是 當你如果人民在搶錢的話 大家都不賺動力 今天我們來看到 今天他跟誰搶錢 跟已經辛苦困難經營的 台北市最後的書箱淨土 地下街的書街 怎麼連書街都要把它收掉 變成美食街 市長在想什麼 對 沒錯 柯P真的是雇人院 大家還記得嗎 他上個月去美國做參訪的時候 在跟僑胞參訊 他還特別提到說 我選上台北市長真的是意外 但是我不是來撈錢的 所以其他人也別想從我這邊撈錢出去 市長講這句話聽到的時候 我告訴你 叫小周後 他很有擔當 對 沒錯 可是問題是我們仔細看 柯P的每一箱的真正 他真的不是來撈錢的嗎 我們先來看 剛剛這個俊相提到的就是 中山地下書街 目前看起來極有可能會收攤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地下書街 早在2006年的時候 是台北市政府 他為了扶植出版業 文創業者所規劃的 還有非常便宜的一個租金 讓這些業者能夠存活下來 好 問題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幾年讀書的人越來越少 所以這個地下書街 幾乎每一年他的虧損的金額 大概是上百萬元以上 那有一天開這個市政會議的時候 柯P一看到報表 天啊 賠這麼多錢 立刻要求改善 你看 我有人潮經過這個地方 我有商店街的規模跟潛力 我為什麼要在這邊擺書 我不能租給更賺錢的嗎 但問題是 你剛好講過 賠值 賠值就是照顧書箱產業 照顧文創 你擺明要照顧 你現在是幹嘛 你又不照顧了嗎 柯P腦袋想的全部都是賺錢 兩個字 好 所以現在台北市捷運局 因為柯P發火了 他們就決定說 好 那既然要想辦法賺錢的話 我現在就開放 美食業者 百貨跟公司的業者 通通進來進駐 就可以想辦法把業績提升上來 而且捷運局還決定 這個招標怎麼招標呢 到最後價高者得標 所以他把它推入了所謂的 競價及供級的這個 廝殺的重點裡 問題是 燕莉 其實我們越來越不常 到那種實體的賣書的店面去 去聞那個書箱 去挑一本書 去付錢 網路上刷一刷卡 就這樣結束了 所以這麼難的地方 你看這條街 多麼有書箱味 你要把它收掉 對 所以包括這個愛書者 包括我個人在內 還有包括地下書接的 這些相關的業者 他們通通都不能夠接受 柯P這樣的一個邏輯 包括這個負責人 跟我一樣姓盧 他就說其實地下書接 他成立的目的 你就是要扶植出版業者 還有文創產業 根本就不是為了賺錢為目的 所以他說 像他自己是不惜負債 千萬犧牲健康 他也要利保地下書接 那另外一位店家周先生 他也提到說柯P 拜託你 你不要什麼事情 都用金錢當作來衡量 如果說不是為了推管這個閱讀 他也不必苦撐 特別是他提到一個重點 柯P 你當年在這邊 還辦了新書發表會 很新生 你當時要來選的時候 你就在我們這個地方 代表你看中這一條街 你現在把我們收掉了 對 可是偏偏你現在是覺得說 我們沒賺錢 你想要把我們收掉 真是莫名其妙的事 這個業者還說想賺錢還不簡單 回去辦一個書仔 十天就賺四百萬 但不是嘛 我們地下書店就是為了要培養 閱讀的人口嘛 你講到了書店 在台北一開始 大家不是談這條街的 我們談的是重慶南路 買書要到重慶南路去 你現在去看 出幾間 對 重慶南路的書店 為什麼會不見 為什麼大家通通都要 跑到地下書店嘛 就是因為重慶南路的 這個房租越漲越高 那為什麼房租會越漲越高 其實有一個人 也是筷子手之一 是誰 就是我們偉大的柯P 怎麼也是柯P 因為當初柯P把房屋稅做一個調價 那你當然就有利於炒房啦 所以財團或有錢人 通通就進駐了重慶南路 幹嘛去炒房 然後去蓋所謂的一個Hotel 或蓋其他的一些營業用地 所以只能逼著這些 書商業者通通擠到地下街來 所以今天我如果是房東 我幹嘛租給這個賣書 不賺錢的這些書商 我直接跟人家去合資去炒房 我賺更多 對 所以現在連最後一塊淨土會不見 我們真的都很難過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其實柯P在選前打著公平爭議 特別是居住爭議 這一塊的一個棋子 其實這一塊居住這兩個字 我們對柯P其實是有很深的期待 因為他照顧到年輕人 他說要讓年輕人買得起房 他說要推公宅 不是嗎 可是他的證件真的實現了嗎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大龍國宅 大龍國宅他因為被鑑定為是海沙屋 所以在這個去年7月左右 他其實經過很多次的 跟居民的一個溝通 決定要做一個全面性的拆除 而且預計三年之內 可以蓋好一個新的房子 然後歡迎居民一起回來居住 很好 對 感覺上利益 好像挺不賴的對不對 好 我還記得當時晚會 就是最後的一個 頒簽的晚會舉行的時候 柯P還很認真在那邊吃 炒米粉 河湯等等 他還非常感謝 感性的說 他都對居民 對市府的一個支持 他非常非常的感謝 很感性的這樣的一個說 那不過當場 柯P他也跟這個現場的居民 守持所謂的一個扭扣的信物 相約三年之後要回來當鄰居 有打心嗎 你看 柯P當時 就去年7月的事 7月之前 大家開始要搬禮的時候 大家最悅 三年之後 大家來做出兵 又集會在這裡吃點心 很好 很貼心 對 而且當時你記得嗎 那個時候 所有的居民真的對這個 柯P印象很好 大家搶著跟他拍照 而且有人邊看這個 大龍國災的一個紀錄片 邊感動的落下淚藍 好 這是非常感性的一些 過去的一些紀錄片 可是問題是在說 九個月過去了 大龍國災的進度如何呢 什麼意思 你說 吃完這一餐 這個晚上之後 大家陸續搬遷 陸續搬遷就會騰空 好 讓你施工 大家相約三年後啊 那就按表操課 有那麼難嗎 對 問題是進度嚴重大delay 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不僅地上建築物 沒有完成規劃的設計 而且他連建造都還沒有取得 太誇張了 對 我都搬開了 然後你跟我約三年後 你建造都還沒取得 我三年後我回到 我住哪裡啊 對 而且現在市府 他擔心這個工程進度 會嚴重delay 所以他現在 只能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針對這個 地下連續幣的一個部分 他做一個發包工程 其他通通都沒有辦法 換句話說 這個官員就說了 好啦 我們現在只有地下連續幣發飆 那主建物 連建造都沒有取得 短期之內也不可能發飆 所以當我們對他最期待的 居住正義這件事情的時候 擺在眼前就是大龍國宅 一拖 拖了幾個月 拖了九個月到現在 到底花多少錢 你說我們等等 九個月花掉多少錢 這九個月大概是花掉 八千多萬元 可是問題是你的進度嚴重delay 你三年後 你怎麼跟人家當鄰居 到時候會不會居民還在喝西北風 居住正義還飄在空中嗎 我們昨天在討論說 柯P他在做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的個人意志是非常重要 我們都不是在講這個 三井老倉庫嗎 一個公民平台的這個委員 還被人家烙話說 你一直在那邊背一個 柯P很不開心 對 柯P其實就是他喜歡的 他就堅持要去做 他不喜歡的 怕市民喜歡 他通通都決定不要做 另外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什麼 是我去過好多年的大稻成煙火節 他已經有11年的歷史 不過看起來今年是可能有很大的機率 不會舉辦了 為什麼 這個是大家期待 第12年可能辦不成 為什麼 因為其實柯P在很多公開場合講過N次 他說我很討厭像放煙火一次性的活動 他的意思是說 煙火放一次 燒 沒到沒了 就燒錢就燒掉就燒掉了 燒錢就燒掉了 沒有帶來任何的一個實質的收入 那再加上之前有一些公安的一些意外跟危機 所以他就說 那今年乾脆就不要辦了 大家會很失望 你看看這個畫面 你看真的是火樹銀花在這個夜空 我記得每一年 這11年每一年 只要這個電視台幾乎都各台 都Live 完整給它Live 捧場捧到底 還有配合交響樂 配合非常特製的音樂 你不要看 我們都在看夜空 他旁邊有多少的攤販 多少的人潮帶來多少的商機 你煙火不放 你要那些人怎麼辦 喝西北風嗎 沒錯 其實攤販受到的影響是最大了 那事實上也有媒體去選叫 觀察局 觀察局他就證實說 確實我們今年在招標的過程當中 我們並沒有要求廠商跟往年一樣 要按照往年的一個慣例 要針對一個煙火節 做一個施放的一個動作 這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說 啊 廠商你要放煙火可以啦 但是我們一毛錢通通都不補助 你不補助 那我幹嘛放 你要我賠錢嗎 廠商怎麼會賠錢做呢 對 換句話說 也就是煙火節極有可能來停辦 好 觀察局有進一步解釋 他說最主要是因為今年 台北的河岸音樂季 規模擴大了 它變成是一個國際性的 一個水準時間 從過去的一個月變成兩個月 所以總預算也多達900多萬 但問題是 去年放十分鐘的煙火就要240萬 我們沒有這麼多的預算 你看 你沒有那麼多預算 你鐵公斤一毛不拔 這是市政府 結果你一沒錢 你什麼都跟人民搶 你就不怕人民說生活 因為這樣受到了衝擊 日子過不下去 進一步講 你今天告訴我說 你認為放煙火是燒錢的 萬萬不可 但是我也沒有明著跟你講說 不能放煙火 反正我不會有錢給你 你自己看著辦 對 他的意思就是說 好 廠商你要順應名義要放煙火 你自己想辦法 我一毛錢都不給你 好 問題是就像俊上剛講 我已經連續去三年了 周邊的商家賺得很開心 那現在周圍的商家就說 現在我們都沒有生意啦 誰要來負責呢 還有很多小市民會覺得說 這是我的小缺陣 你現在連我的小缺陣 都要剝奪了 你要掌公車架 你要掌捷運 你什麼都要掌 但問題是我的小缺陣不見了 我也不用說這麼多 你不是說這個事是燒錢 因為看一次看不過癮 說到底市民會想什麼 你過來啊 柯P不高興 柯P不喜歡 所以不放煙火啦 對 極有可能這個煙火 會停辦的一個狀況 還有我們節目呢 連續好幾集都有提到 柯P得罪了好多族群 機車族也得罪了 捷運族也得罪了 然後這個公車 藝能界也得罪了 對 然後就連這個公車司機也得罪 他現在又得罪了一群人 最勞苦功高 最辛苦的清潔隊員 怎麼說呢 因為最近傳出環保署 考量到清潔隊員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想要讓這個各地方 首長各地方縣市來發發 2000塊錢的這樣的一筆的一個獎金 那可是到了這個台北市 台北市就說不行不行 柯P說不行啦 你說別的縣市這2000塊都照發的 對 都決定每個人都要發 只有你台北市說不行 對 因為柯P說這個是 齊頭式的平等 也就是不管每個人烤機怎麼樣 通通都可以領不公平 又過來啊 有沒有看到我們在討論 優游卡打八折這件事情 他說齊頭式打八折 不公平 所以要搞什麼定點 儲值 搭越多 折扣越多 又來了不是嗎 對 那柯P說 那我們要改什麼呢 我們要改所謂的烤機制發放 也就是根據烤機來決定 到底要發多少錢 OK 現在大家討論KPI對不對 今天辛苦的清潔隊的弟兄們 這些朋友們 這些同仁們 公仆們 你拿什麼來覺得他KPI誰高誰低呢 沒錯 因為重點在於說 柯P說那這個烤機 我們就才所謂的七三制就好了 意思就是說 烤機前七成的人呢 前七十%的人 你可以一次領這兩千塊 那烤機後三十%的人 你只可以領一千塊 這樣我給你問一下 很簡單的問題 我們遷就好 我今天就是把東西清乾淨 怎麼樣 我腰彎的不夠低 我的烤機就一等嗎 對 你的烤機到底怎麼打 你的標準在哪裡 而且我想問柯P一件事情 你知不知道台北市的垃圾量 每一年都在增加 如果你不知道你不夠資格 你不夠資格當台北市市長 好 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的垃圾量每一年增加到 現在已經是九千多噸了 這麼多的一個垃圾量 每一個清潔隊員都很辛苦 更不要說去年發生這個颱風的時候 我們有看到 幾乎每個清潔隊員三天之內 非常辛苦的都加班 去幫你做清潔整理 挺他挺到底 風雨過後 老老早就起了個早 就去給他弄這個 弄得乾乾淨淨 當然你可以說這是他的本物 但是 大家都是為了台北市政府 這塊招牌 對 那請問柯P 這些辛苦的清潔隊員 有去跟你要兩千塊的紅包嗎 沒有 現在有一個這樣的一個獎金出外 你又不想給人家 好了 現在很多民眾就覺得說 柯P你怎麼這麼小氣 清潔隊員工作真的很辛苦 又沒有休假 你多給一點鼓勵 你快死嗎 市議員更說 市長 我覺得他長得非常棒 市長缺的就是一個將心筆 你該給的就要給 不要讓人家覺得 你就是一個嚴苛吝嗇的市長柯P 請你醒一醒 請你要多一點同理心 好 我們看到了這一次 在六都當中 柯P的滿意度 居然落在城市中間 蠟了一段 請了長假去選總統的朱立倫的後面 我們一個一個找出答案了 惠玲 原來最挺他的這些公仆 他現在也要跟公仆去檢討 對不起 你KPI不夠 你落在後三分之 我扣你一千塊錢 就連最挺他這些年輕人 他演唱會他也要去 去給他場租多收一點 為什麼 到處挖錢挖得天怒人怨 柯P 所以柯P當選台北市長以後 我們的天龍國就沒有了書香味 只剩銅臭味了 因為這個人 根本上他就缺乏所有的文化底蘊 惠玲 我們都期待 你好好的公平正義 你去落實 你去貫賺是大的 有高度的那五大必案 你好好查個水落石出 在這些小地方 你說你要落實公平正義 難怪天入人怨 沒有錯 這些東西 你去跟人家計較什麼 你說放煙火 或者是這個演唱會的票價調整 因為它不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 當然燕麗姐會感受比較深刻 因為她是非常注重 這個文化的素養的人 但是你說捷運票價 公車票價 然後清潔隊員的薪水 你處處都在跟小市民爭利嗎 我們今天選一個市長出來 是幹嘛的 我們今天選一個市長出來 是要削減我們小市民的福利嗎 這些是我們無可逃避的 我們可以不去看演唱會 我們可以不看煙火 我們可以不坐捷運 不坐公車 不騎摩托車嗎 我們不是每一個人都像你柯P一樣 你的家境是如此的優渥 我們每天都要面對的事情 然後你就跟這些小老百姓 你就跟底層的清潔隊員 斤斤計較 你看 像這個 最近談到這個塞車的問題 大家已經塞到快要瘋掉 對不對 但是呢 但是這些擁塞路段 都不是新面孔 比如說像提鼎大道 中山北路 南京西路 民生西路 這些都是從去年上半年 就已經開始擁塞了 慧玲 今天柯P到現在 我們談論他的此刻 上任也不長 不短 一年半的時間 你今天來上節目 厚厚的這一落 都是民怨之所在 沒錯 來說說看 我真的每天 你看 這個網路上 已經有人幫忙 整理出來什麼東西呢 他說柯文哲自打嘴巴全紀錄 什麼叫自打嘴巴全紀錄 我隨便唸幾條 你們都會非常有感 比如說第一個說 選舉團隊不入閣 然後競選團隊 結果十多人進入台北市府 擔任要職 選前說居住正義 上任以後說 我不打房 我要調降屯房稅 我要調降豪宅稅 結果他不是跟建商低頭了嗎 沒有錯 三趴變兩趴不是嗎 沒有錯 然後選前說 我一定要保持這個居住正義 然後承諾這個南港平蓋工廠 這個家和新村會全區保留 保留了嗎 沒有保留 對不起上任以後 然後就全部破滅了 然後他出來跳票 因為跳票而道歉 然後他說跨年晚會 應該還給台北市民 政治人物你都別上台了吧 結果他老兄 跨年晚會上台了沒有 唱得有夠開心你知道嗎 然後全部人就看他一個人表演好了 然後上任以後取消交通警察 在路口站綱 結果他老兄把這個交通搞得 民怨沸騰 好啦對不起 警察你還是回去給我路口站綱 慧玲 我們講到柯P其實在我們過去討論 有一段話讓大家耳朵都拉得很長 是 曾經是柯P的鐵粉黃老師 是 黃老師說他現在開始懷念起好龍斌來了 是的 聽說你手上有一份去對比 好龍斌跟柯P他們做過 這個非常理性客觀 做過都留痕跡 來 收收看 我講一件最簡單的事情 比如說他當時怎麼批評好龍斌 你記得美和事那個 也是五大案之一 對嗎 好 美和事案宣判出來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這個好龍斌 被法院認定不知情 結果柯P說什麼 這個沒有說死者 這個處長 柯長 兩個人膽大包天嗎 看你自己智商多少 看你相不相信 你好龍斌如果不知情 你息息後 這是他當初講的話 結果發生這個 去年發生首長官邸的爭議案 你記得嗎 像這個文化局長 檢驗院 他們都自己有房子 然後都是住 住在非常高檔地段的 用很便宜的租金 沒有錯 就在豪宅用便宜的租金 結果他說什麼呢 他說當市長 他不會什麼都知道 我又不是東廠公公 你也好啊 所以你在意思是說 這個是你的一級主管 在住的地方 沒有錯 說你不知道也是應該的 沒有錯 而且我告訴你 好龍斌他絕對不會像柯文哲這樣 你說大巨蛋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告訴你 大巨蛋 如果這個遠雄 跟台北市政府打官司 台北市那種輸掉 對不起 數百億的這個賠償金 你今天這樣的事情 你可以用一個完全沒有民意基礎 連蛋水阿嬤都知道 不可以用I-Voting來解決的事情 我請問你 你搞個公投不行嗎 不是 你講話 你搞個公投至少是一人一票公平 對不對 你講到了這一顆蛋 我們今天也看到了姚立民老師 他說乾脆建議科P 你把那顆蛋 你哪叫小偶 把那顆蛋給拆了算了 本來就是 這是企劃嗎 不是企劃 你真的台北市政府 你真的認為他有公安的問題 那你就把它拆掉 因為一個不安全的東西 你怎麼可以拿來給市民使用 但是今天他就怕說 他挑東挑西 結果最後在這個法院也好 或者是提出這個給人家公審也好 通通都是他在雞蛋裡面挑骨頭 比如說他做那個動畫模擬 那個動畫模擬 大家一堆市民跑到草地那邊 就不往前跑了 大家那邊等死 等著被燒死 這種動畫模擬 然後做評估的是誰 是跟遠雄競爭的廠商 所以等一下我們回來 繼續來追追看 我剛剛講過 走過都留痕跡 今天不是都在這裡說 落水柯批怎麼辦 我們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來看看他走過的路 講過的話 台北市民 全國的公民 大家來做個公斷 不要走開 我們要講說 柯批到處去籌措財源 籌的現在是天怒人怨 那慧玲告訴我們說 現在治安這兩個字是全台北市民 共同心頭的陰影跟痛 沒想到 大家追到後來是 因為柯批東省西省 省出問題來了 沒有錯 我跟你講 以後大家不只會懷念郝龍斌 連馬英九市長 大家都會懷念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來看一張圖 這張圖非常的有趣 你記得那個搖搖哥的事情嗎 對 莫名其妙人家也沒有傷人 也沒有做什麼 就強制把人家帶走 那為什麼他要一定要把這個沙童案 都往精神病患那方面牽呢 為什麼市警局也這樣講呢 我一張圖告訴你為什麼 你看好龍斌任內103年跟100 柯文哲在任的104年相比較 我們查獲的毒品數 好龍斌任內是4356件 柯文哲任內是5935件 然後我們再看到嫌疑人的部分 好龍斌任內是4508人 對不起 到了柯文哲任內是6153人 吸毒人數增加3.6成 我可不可以說柯P 他任內領導的警察抓得更努力 抓得更用心 難怪壞人會抓出來 可是你忘記了嗎 上次我跟妳提過 他取消警員的勇士 其中有一項就是什麼呢 就是追蹤吸毒的這件事情 對不對 我們在看到奪品量 暴增1.9倍 從好龍斌任內的144869公克 到了40億萬6150公克 我跟郡相報告一下 跟全國觀眾報告一下 現在毒品是全面的入侵校園 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治安危機 所以我們講到 年齡層不斷不斷的下降 那是一個危機 除此之外 它的佔販率太高了 你居然連回頭去關心 去追蹤的這個費用 都把它省掉的話 那不是跟住室的這個歪風 一直撩撥這個野火嗎 沒錯 好 我們繼續 關心完柯P的這件事情 當然今天也不會是終結 柯P是跟台北市民非常有感的 我的荷包 我的生活品質 另外跟我們精神維持振奮的這一位 我們一定要來 好好給他按一個讚 王健民回來了 王健民大復活的背後 今天我們請到國安特別要帶我們 前進這個最關鍵的 12魔鬼地獄州的訓練在哪裡 德州農場 在農場裡發生什麼事 是 這一次其實王健民能夠大復活 真的讓大家覺得非常非常的振奮 為什麼呢 他自從在08年跑壘受傷之後 到09年到現在將近八年的時間 他一直浮浮沉沉 他的傷跟他的球速 一直都找不回來 那麼這一次也是他睽違 將近八年之後 第一次在今年出現在 大聯盟球隊的開季的名單上 你可以想像 據想 很多我們曾經上過 大聯盟的台灣之光 包括郭洪志 包括胡金龍 他們後來都回到中華職棒來獻祭 那之前也有很多聲音 希望王健民也回來 但是王健民他就是希望能夠留在 全世界最頂尖的聯盟繼續奮鬥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理解 今天換作是任何人 我說換作任何人 換作你我 我們應該就回來 為什麼 我在美國已經等不到機會了 所以大家 今天大家就要看到他 怎麼又回到了大聯盟 準備要登板了 為什麼 他的那個心理素質在哪裡 是我們非常值得去探討的 對 其實談到王健民的整個心態 他就是希望能夠在最高殿堂來獻祭 所以即使日本職棒開出了 百萬美元的年薪找他 他也不回來 結果其實他這幾年 這次七年多 他的球速一周都在150公里以下 他找不回他最快速的那顆升卡球 甚至只能夠投到146公里 你不要以為這個數字是很快的 其實146公里 現在連中華職棒的打者 都可以轟全雷打 對他們來都不構成威脅 更何況是大聯盟的打者 所以說當時他在籃鳥隊 也就在前幾個球季的時候 已經投不出球速的時候 這個王健民的經紀人張家元 有一天晚上接到了他的電話 王健民在電話那頭哽咽了 他就一直想說怎麼辦 好像這樣的一個堅持 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來 但是張家元就靈氣一動 為什麼他發現了這個地方 就是德州棒球農場 這樣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因為這個棒球農場 幫200多名的大聯盟的選手 從低潮調回到原來的一個水準 甚至有四個是大聯盟的選手 都包括了之前的光芒隊 一個非常有名的選手 叫卡茲米爾 他今年已經在洛杉磯盜擊隊 呈現一個大復活的狀態 所以你看到王健民 那時候再怎麼練 回不了最巔峰的 在陽機球場的那個 動輒150公里的時速 回不去了 他最後一步了 你要嘛就回台灣 回來這裡你還有球打 要嘛就聽從經紀人的建議 你就到德州的棒球農場去試試看 因為你要想 王健民當年他這邊打了16根的槓釘 因為除了跑壘受傷之外 他的肩關節唇也受傷 也就是說你知道 我們看過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琵琶鼓穿過去之後 你武功就盡失 所以你對一個投手來說 這邊釘了16根釘子 對他來講簡直是判他死刑 完全就是一個死刑的狀況 所以說你可以想像 他整個復健的過程 當他來到德州棒球農場 找到這個人叫做沃佛斯 那這個沃佛斯這個人呢 那麼他沒有任何顯赫的 大聯盟的投球經驗 所以王健民當然也會覺得很奇怪 你怎麼叫我來跟他學呢 王健民見到沃佛斯的 第一句話就是 你能夠幫助我什麼 因為他幾乎已經灰心了 我在大聯盟復復承成七年多 死馬當活馬醫也好 他第一句話就問他 為什麼呢 結果沃佛斯回他一句話 他說你可能不相信我 沒有這個大聯盟的投球資歷 我沒有辦法調教出 把你調回來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今天婦產科這個醫師 男生也沒有任何生小孩的資歷 可是他可以成為一個 非常好的婦產科醫師 你要不要相信我一次 所以這樣子一講 你可以想像 今天如果我們是王健民的話 我怎麼會不懷疑你 這是我最後一個機會 結果你完全沒有打大聯盟的經驗 你要來教我重回大聯盟 你要說服我啊 對 然後結果沃佛斯 用了什麼方法呢 他一開始呢 也不告訴你說 就一直在那邊訓練幹嘛 他就是告訴你說 好 你就坐下來 我一開始呢 只要你把投球的這個動作 一直不能揮背 等到揮背揮了一陣子之後呢 然後再讓你拿一顆比較輕的球 對著前面的網子這樣用力投 就是一直不斷的重複原來的動作 他不是剛剛入門的小朋友 他是王健民耶 你叫他對著空中灰 他姿勢已經很正確 你要他對著空中灰 他就是要他不斷的找尋 原來的動作回來 不斷的找尋原來的動作回來 就像你現在在這個 畫面上看到的這個部分喔 你可以看到 側速槍對著王健民 當時他每一球投出去喔 其實呢 都是 還是一樣 84mi 85mi 快不了多快 回不了以前喔 但是大家旁邊很多小聯盟的選手 也在這邊訓練 結果隨便一揮背 投出來就是95mi 那王健民當然也會覺得 會不會這個東西是沒有效果的 但是你知道呢 俊相 很多人喔 很多的大聯盟選手啊 這個包括教練也好怎麼樣 他們王健民找了七八年 都沒有辦法找一下球術 可是這個農場花了12個禮拜 就找回了王健民巔峰時期的球術 你說12個地獄州的訓練 只有兩件事情跪著 然後不斷的模擬投球動作 就靠著這樣子的訓練 12個星期 脫胎換骨 完全脫胎換骨 而且呢 你可以注意到這個表 這個表非常重要 這個是他2007年 也就是2007年跟2008年 這兩年他連續兩年拿下19勝 他也是陽基隊史上的第二位 連兩年拿下19勝的王牌投手 當時呢他的球速巔峰 是位在這個地方 就是他的Thinker 也就是他最厲害的生卡球 對 那你可以看到 他三個除了快速之外 三個主要的變化球種 都落在這個位置 這是他巔峰時期的一個狀況 那麼你可以看到 後來他受傷之後 一直浮浮沉沉 這個完全找不回 他原來最巔峰的狀況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今年王健民已經幾歲了 近象 36歲 這個36歲算是高齡了 球場上的運動的生命 沒錯 他已經是高齡了 結果你可以看看他今年的球速 這是2013年完全降到最底 對 可是之後你看他今年 他這個其實是2016年 就是今年的狀況 完全調回 這個最接近巔峰時期 他就要回去了 沒錯 他完全調回了 當時的巔峰 也就是說他完全找回他 巔峰時期的那顆生卡球的威力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從146公里 當時整個生卡球的速度 已經完全不對大聯盟的打扯 構成威脅的情況之下 他還能夠把它提升到 巔峰時期的速度 已經到達了95米 將近有156公里的一個時速 各位 王健民回來了 等一下回來 國安要帶我們看進去 健民回來之後 健載又要刮起什麼樣的 商機旋風呢 不要走開 現在我們把時間倒帶 國安要帶我們看到 王健民在這個練習場上投出 回復原來水準的 那一顆球的那個moment 感動了現場多少人啊 真的 這個實在是一個奇蹟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最主要 這個棒球中 在幫他調整整個速度的時候 只希望他能夠找回原來的姿勢 然後調整他的手臂不要太開 然後當他跟了很多人在訓練的時候 第三個禮拜 第四個禮拜過去了 怎麼我投出來的速度 還是84 85 我沒有快起來嘛 結果那個復健師 不斷地慢慢地告訴他說 你可以耐心地等候 你只要相信我們這樣不斷地 調整你的姿勢 讓你的姿勢整個回來的話呢 你就會回復巔峰時期的身手 因為呢 其實球速是天生的 最後那一球飆出來之後 王健民喊了一聲 Yes 為什麼呢 因為當他飆出來找回那一顆 156公里的升卡球的時候 當他整個振奮起來 他知道他今年一定會回到 開季的名單上 健載回來了 商機也回來了 沒錯 你可以想像 當時呢 大家還記得 在洋雞隊的時代呢 很多台灣人成團成隊的 跑到紐約洋雞隊的主場呢 就是為了看這個王健民來投球 甚至呢 當他到後來 2013年他到達藍鳥隊 已經在浮浮沉沉的 可是有一段時間 在藍鳥隊大聯盟效力的時候呢 也有旅行業業者呢 他趁機當時就告訴你說 我們來推美加東10天限量旅遊團 也是團團爆滿 挺到底啊 挺到底 而且呢 還贈受 多倫多藍鳥隊主場這個門票 所以說其實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團光10天的售價 就超過10萬塊 還是團團爆滿耶 對 10萬塊團團爆滿喔 只要王健民出賽 你就知道台灣 他對台灣人整個的一個 地位是有多高 因為他是真的在整個大聯盟 整個復活起來的一個狀況呢 我們也相信他能夠 重新的再回到 他在洋雞隊的時期下 有民放目前的一時才更加 需要一時才能夠